无论面对中国或香港的政府 他一向感言 希望借助教友 他们表出他们的信仰 不去支持那些不听罗马话的 只要盛一口气 他仍然继续呼吁大家 正视中国教会的问题 教授的数据里面说 我的回合是不对的 今星期日下周四点三十五分 《生命恩全》将为大家访问 前香港天主教区主教陈日君书记 探讨他目前的神圣使命